電影《夜鄉鴛鴦》深水埗即將上映 電影名字神神秘秘 究竟會在深水埗發生什麼事呢? 電影導演梁炳佳是拍攝叔叔的攝影師 今次就和太太Kate Wally 一起首次撿到長片 在深水埗長大的阿佳 其實是怎樣看這個地方呢? 這張牌還在 本來我怕什麼時候會被人拿走 那就是我爸爸以前賣Hi-Fi的招牌 很有趣地用了我的名字 明明是他的店鋪 這條街的印象就是很多男人 還有最新最尖端的科技 我爸爸也是很喜歡拍照 所有男人喜歡玩的玩具 Hi-Fi 拍照都有玩 他有一段時間會經常來這裡曬上 現在是來找一些舊鏡頭 或者是現在如果我拍飛鏡照 我也來這裡衝曬 他是舊 但也有新血 有新的顧客 不是 也很深水埗 這裏是我們其中一個故事的主景 我經常很想來這裏玩具 因為我幼稚園在隔壁 他也很幫忙 他日後給我們拍攝 如果有客人他們會幫我們接住 有時我們要停一停 等別人買巴士 買完巴士就繼續 其實這裏來我爺爺媽媽 他們售三店鋪 一個街口 那時候我爺爺便會帶我來這裡喝口辣客 最早茶餐廳的記憶就是在這裏 電影的內容其實不是很刻意去講一個主題 只是很想捕捉到香港這個年代的生活上的故事 其實深水埗就沒有特地選擇 例如家裡的淵源也很深 有時變成幾個故事 選一些景點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走到這裏 譬如玩具故事 我們也有看過其他區的旺角和灣仔 但心裏不知為何寫劇本的時候 就會浮現起過一間出來 到拍鴛鴦的時候 就沒有想到是關於深水埗 選景的時候 選一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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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深水埗 石結尾 這個區 食物就是我們想有些香港的雜食 我們平時真的會去吃 例如咸蛋西多 咦 名字叫French Toad 但如果你帶一個法國人 去吃一個咸蛋的French Toad 他會不知道這是甚麼 其實也好像是香港歷史的野落 就是會有懷洋雜柱 自己也會去Adopt 我覺得深水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低下階層 有很有錢的人 會來賣一些玩具 例如我爺爺說他們會在這裡賣雜貨 或者在街市賣衣服 他們會在這裡賣Hi-Fi 這些Hi-Fi又會貴到一百萬 真的是龍蛇混雜 而且也是一個很有趣很開心 還有很有機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香港的地方 紐約是不太濃稠的地方 所以那是很大的驚喜 我們之前移到這裡 我們經常說香港的地方 香港是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在2015年 然後我開始參加韓國的學校 我對於我來說 那是很大的驚喜 我們只是喜歡香港 對 就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其實就沒有立心說 我們很有港味 我經常覺得 你是甚麼人 你就會拍些甚麼 寫些甚麼 其實很自然 喜歡這個地方 你是會 也不是說 我很喜歡你 很喜歡你 我們會從小去看大陸